OK,我们回来,我们接着上一课的这个事例 来讲解这个Fragment的通信 那么上一课中我们已经把上面的这个 NewItemFragment里面的元素获得了 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加到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呢,是一个这个ListView 我们准备把这个值放到ListView的每一个item里面去 那OK,我们首先先抛开这些什么ListFragment 我们先自己想一下 假设这个地方是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个ListView 我们要去操作ListView里面的元素 我们必须要需要三个东西,对吧 我们来写一下哪三个东西呢 就这儿,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是在这儿 我们来写到这儿来 对吧,操作一个ListView 其实就是三个东西你要去做 第一个就是那个ListView空间,对吧 第二个就是Adapter,对吧 适配器 第三个就是你的数据源 也就是说我们要去绑的这个数据源是什么 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字幕串的 那就是List,等等之类的东西,对吧 所以第三个应该这个是一般是这个 我就写Data吧 我就写Data,其实就是这三个东西 那OK,那在前面的我们定义这个 To-Do ListFragment 当时我就写了一个 我直接去变成ListFragment的子类 那么我在前面的课程里面 我已经告诉大家 就是说这个ListFragment里面 就里面内含了一个ListView 我们可以不用再自己去定义一个ListView 可以直接去使用它 那OK,那照你的这个话说 这里面有一个ListView 那OK,我现在就要知道 我怎么去操作它 然后你既然这里面你封了一个ListView 那一定有你的规范 因为我们知道ListView里面的空间 可以简单,也可以复杂 那你这个封的这个ListView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然后它需要什么样的适配器 它需要什么样的数据源 对吧 然后我要知道这个规则 我才能用,对吧 所以这个呢,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去看官方文档了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谷歌的官方文档 然后去查这个ListFragment 然后我们来阅读一下它的话 好 它说这个ListFragment has a default layout 它说这个ListFragment里面 就包含了一个ListView 但是呢,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去定义一个 这个Fragment的这个UI layout 然后呢,并且呢 在这个onCreateView这个方法里面去重写 然后下面它举了一个例子 下面它举个例子 你看,这个就是说 它不想用这里面的这个ListView 然后它要去自己这个自定义 自定义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写法 它是一个near layout 好了,这里面有了个ListView 但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地方很 很关键的一点 它这个ListView的ID 大家看一下这个ID是一个引用ID 不是一个定义ID android冒号.list 也就是说你即使要自定义的话 这里面也必须包含一个 它原来有的一个ListView 这个ListView的名字 ID的名字就叫它 然后这个ListView是可以是你自己去再去加一个 你看这也是一个加的 所以这段话告诉我们是什么呢 它ListFragment里面包含了一个ListView 这个ListView的ID 你要获得这个ListView 你超过它的ID就这个 你要直接去 当然你可以自己去扩展 扩展那么你去定义一个布局 然后去调这个onCreateView的方法 重写这个onCreate的方法 去加载你的这个 对吧 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一下 然后呢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ListView每一个item 这个item里面它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这段话 它说这个item里面的布局呢 可以用系统的simple list item一 item二都可以 还有这个to line list items 这两个的话 我相信前面学ListView 有些同学其实用过这个系统的 其实这个呢 就是可以放一个字串的 这个simple list item二这个系统带的 它可以放两个字 对吧 这种还有其他 还有这个to line list item 就是两行的这种 都可以 对吧 所以它就告诉你是一种什么情况 然后呢 你再往下面走 往下面走 binding to data 就是说怎么去绑定这个数据源 在fragment 这个list fragment里面的list view 你如果要使用这个adapter的话 它说你必须要使用这两种adapter 一个是simple adapter 还有一个是simple cursor adapter 对吧 然后呢 怎么把这个数据源绑上去呢 你可以使用list fragment.seed list adapter 来获得值 那OK 那现在大概读了这一段的意思以后 我们来总结一下 list fragment的一个使用要点 这个要点总结出来 其实就是从这个官方文档里面获得的 我们来看一下有几点 第一个list fragment包含一个list view 它的id就是list 你可以使用这种引用的方式来获得它 然后呢 这个list fragment里面的UI 也可以自己定义 就是刚刚那一段话 你可以通过重选 create view方法来 加载一个自定的UI 但UI中呢 必须保含 那个 它所规定的那个list view 这是 第三个呢 你使用的那个适配器 可以使用sample adapter 这个来作为适配器 第四个 那个list view 每一个item里面的布局 它可以是这个 可以使用系统的 sample list item一二 还有这个to line item 那看我们这条题 我们这条题其实就放一个子 没有太复杂的这种布局关系 其实我们这就可以使用这个 对吧 然后呢 可以直接使用list fragment 点set list adapter来设置适配器 好 最后呢 你还可以去重写list fragment里面的unlist item cleat的方法 来获得每一个item监听的方法 OK 那读了这些以后 好 我们来构造我们的这个东西 那OK 我们想一下 既然这个fragment里面已经包括了list view 那我的list view不需要定义了 对吧 不需要定义 那OK 那我就定义一下这个 这个adapter吧 对吧 adapter的话 他刚刚说了 他可以使用这个simpleadapter 还可以使用这个 我们看一下 可以使用这个simpleadapter 和这个simplecurse adapter 那我们就可以照他来写 另外这个数据源 数据源的话 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datas 那么我们现在放的话 就放一个字符串 那放一个字符串 我们就用arelist 所以我们来先把这几个数据构造 对吧 那么首先我先去声明一个 比如说我声明一个arelist 然后呢 这个里面我们放的是这个string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data 这个就是我们的数据源 我们准备放它 数据源 就它